大家好,我是小白 又到了四月 四月是春暖花开的四月 也是满街大长腿的四月 那么如果你既不出门去看花 也不出门去看大长腿的话 那么就来看一下万志牌 四月份每周的周中活动 也就是疯狂星期三的活动 那么具体活动安排呢 官方已经给出了时间表了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就是四月四日至六日啊 四月四号到六号的话呢 是英尼翠系列的牌组 然后组60张牌的一套 然后去和别的玩家做对抗 那么四个牌组呢 主要就是标准牌局里面的这两个牌组 然后还有呢就是史记里面的这两个牌组 我们进入到这个活动的页面 然后组这个牌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这个牌的模式啊 是这个英尼翠的这个模式啊 那么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了 好 接下来是四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啊 那么活动内容呢 上面写的是使用徽章 然后弃一张牌 然后致富X 巴拉巴拉巴拉 具体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没几个字 但是啊 乍一看好像是有点看不懂对吗 那么这里呢 主要就是这个摩米尔的一个模式啊 那么这个模式是什么模式呢 之前我也没有玩过 那么我就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张这个模式的效果图啊 那么具体玩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这个徽章啊 然后你每一局弃一张牌等等吧 但是这个介绍里面说的是并不是很详细啊 因为我去具体查了一下这个摩米尔的介绍啊 摩米尔它这个模式下面具体的玩法是带60张基础地牌的这么一个牌组进去玩啊 然后每一回合呢 你是可以弃一张地牌 然后就像画面上面生成一个随机的生物的衍生物 然后呢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 那么这么一来呢 这个局的特点就是没有法术嘛 对吧 瞬间和法术都没有 然后什么其他的这种什么节界啊 神器啊也都没有 只有生物啊 那么模式里面它也说得很清楚了 是每一局玩家 这里可以看到弃一张基础地牌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活动的界面上面介绍的是Discard Card 它并没有说是一张地牌 那么这两个到时候是不是一样 那么玩法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也就是说这边如果是和标准的这个Memira的玩法是一样的话 那么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嘛 对吧 如果说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边如果说是带60张的随便什么牌的牌组的话 那么你玩的时候呢 自然就是要带一些针对这个衍生物的法术了吧 对吧 那么这个玩法呢 和这个玩法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就要到时候看了 好 那么再下一周啊 4月18日至4月20日 那么这一周呢 就是在Alchemy的主题中 也就是说在这个炼金术的模式下啊 你要找两套牌 然后呢把它拼成一套牌 然后用那一套牌去打 那么这一周的关键呢 就是说你至少得要两套链金术模式下的这个牌组才行啊 如果是没有的话 就像我这样只玩标准局的玩家的话呢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首先你得先组两套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两套合成一套 不管怎么说吧 它还是和以往的这个周中活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是会想办法让玩家去主动的玩到更多的这种模式啊 上个月是实际模式嘛 然后这个月就是炼金术模式啊 好 那么在下一周也就是4月25日至4月27日 那么这一周看上去应该是比较爽的 也就是说开六个这个协军压镜的包 然后呢 组40张牌的一组牌 然后去玩 那么这一周的活动有一个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介绍后面并没有说这六个包是虚拟的 也就是说似乎你参加这个活动呢 你就是可以开六个包 然后开出来的卡呢 也是会添加到你的收藏里面的啊 那么这个还是属于比较爽的一点了 那么这个协军压镜啊 它是新的牌组啊 这个牌组的话在万者牌竞技场呢 是4月18日上市 现在还没有啊 那么根据官方的消息呢 4月5日是应该可以看到牌的所有的牌了 就是网上面你去搜的话就应该能够搜得到了 那么在游戏里面呢 就是听说4月13日是有体验活动的啊 那么具体什么活动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正式上市 游戏里面我们能看到的话呢 是4月18日啊 那么之前的暗夜英尼翠呢 它是实际嘛 对吧 那么这套协军压镜呢 看介绍上面应该是包含标准局的啊 好然后到了5月来 5月2日至4日呢 那么就和上周的活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协军压镜系列里面的卡 你要组60张牌的牌组 然后呢去玩就OK了 那么上周是组40张吧 这周就是组全套的牌组了啊 那么可以看得出啊 4月份的这个周中活动 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英尼翠 然后一个就是Mormirror 对吧 然后呢就是一个炼金术模式 那么最后呢 就是协军压镜的这个系列了啊 主要就是这么几个特点 好 那么关于4月份万智牌竞技场的周中活动 介绍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个月再见 那么我们下个月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